00后女孩靠写毒鸡汤愿入十万 咪萌 早期活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软文大号 很多人都知道咪萌是靠写女性鸡汤文赚钱的 在咪萌最火的时候 想在上面插一条广告 少则几十万 多则上百万 这样一个以文字为主要内容输出类型的自媒体账号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女性群体 甚至被认为是国内田园女权泛滥的始作俑者 不过正如咪萌的突然爆火一样 她的消失也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因为价值观导向的问题 咪萌逐渐退出了舞台 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针对女性的自媒体账号就小声匿迹了 咪萌的主要受众群体是以80后90后女性为主 而随着00后逐渐走向社会 她们就逐渐成为了这类自媒体账号的目标粉丝群体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00后最爱看的毒鸡汤是哪一类 这些文章的标题大概是这样的 我不想在最好的年纪背着假的LV 一部iPhone就把你哄好了你是有多见 傻叉被假富二代男朋友睡了等等 充满物质和金钱气味的文案 让年轻一代的女孩觉得自己被物化和标价是理所应当的 男人不给自己花钱就是不对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土壤 有位00后的女孩 两年前就开始针对她的同龄人写这样的毒鸡汤 如今每个月的收入都能轻松破10万 同时她还总结出了一整套初暴款文案的经验 核心就是骂男人 往死里骂 变着花样骂 骂得越狠女生越爱看 越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 这样的套路和早期的迷蒙如出一辙 我们常说80后对生活焦虑 90后对赚钱焦虑 那么00后呢 印象里 00后还只是孩子 但2000年出生的人 今年已经年满23周岁 已经大学毕业走向社会 他们也有焦虑和烦恼 00后的焦虑 可能很少有人去关心 而通过自媒体平台给这样的群体提供宣泄情绪的出口 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取丰厚的回报 正在创业的你 思考一下你的用户 他们的内心焦虑在哪 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解决客户的问题 赚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